10月1号是国庆中秋双节同庆 香港市民嫩喜气洋洋 手举国旗欢度双节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幻言 一大早就带领多位社团领袖 奔赴他们设在全港各地的近50个街展 给市民派发米油口罩消毒液等节日礼品 与广大市民共度国庆中秋佳节 吴幻言主席一行走访了10个下属分会设立的部分街站 分别为港岛东分会 港岛西分会 九龙东分会 九龙西分会 新界东分会 新界西分会等 早上九点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幻言 荣誉主席吴良好 荣誉顾问周安达元 香港福建妇女协会创会主席陈聪聪等人 便已到达上环街站 开始为乡亲及市民派发节日礼品 谈到组织此次活动 吴幻言感慨颇多 他说 在黑豹和疫病的双重打击下 当前香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信有国安法实施和内地医疗队的无私支援 令香港社会恢复了稳定 也让市民明白祖国才是香港的靠山 他表示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 就一定能克服暂时的困难 香港明天一定会更好 今天是中秋 还有国庆双节 联盟 而且这个是难得的机会 这两节同在一天 我也代表福建社团联会 所有的同年 我们50个结账 我们派发给乡亲啊 米啊 鱼啊 还有其他的防疫物资 希望我们的乡亲平平安安 也希望我们香港能够步入正轨 中午11点 吴幻言一行人来到港岛东接站 由香港近江社团总会组织的武师表演 令现场节日气氛更加浓重 大家欢声笑语 拍手称赞 中联办港岛工作部部长刘林 副部长范克胜 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 全国政协委员施青刘黄楚基 香港近江社团总会主席王玉民 执行主席苏青栋等 也到场与大家共庆佳节 无换言一行所到之处 市民们都对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举办的 此次派送活动给予了好评 许多市民在领取礼品时 互道节日祝福 并对义工们连声道谢 以派节日的喜庆祈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国庆快乐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慶中秋 何国慶 在这里祝我们的乡餐 中秋节快乐 国庆快乐 在祖国坚强的后顿支持下 百姓的生活是越来越安定开心的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 施荣欣 陈聪聪 蔡毅 王亚南 施清流 黄若宏 朱民权 黄自强 林志斌 王玉民 林璐 柯文华 洪定盛 杨华勇 蔡黄玲 卢京荣 苏青栋 永远名誉主席 庄嘉宾 及常务副秘书长兼总代士 周珊珊等都参加了 接战庆国庆 贺中秋活动 并向乡亲和市民们送上 节日的祝福 东南传媒香港报道